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0月16日 星期一 吃過晚飯後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熱話消息 先講講天文台的資訊 嘉欣又有更新的天氣預測 天文台說這幾天有機會環風環雨 甚至部分地方的風力有機會達到3號風球 為甚麼呢?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時事熱話 講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提及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講到天文台預測星期二、星期三 尼岸及高地的風力達到3號風球格 還風還雨 為甚麼呢? 報導的男人提到一股清靜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後風 正影響廣東沿岸 天文台表示 加上南海中部有低壓區發展和 預測未來幾天大風又大雨 九天的天氣預報顯示 星期二、十月十七日、星期三、十月十八日 吹東風五級、尼岸六級 高地達到7級 6至7級是屬於強風 即是3號風球的風力 和低壓區相關的雨帶 亦為今個星期中期影響廣東沿岸 星期三雨勢有時較為頻密 局部地區有雷暴 暴雨估計會延至星期四 10月19日的初段 天文台原本估計本周後期有冷風殺到 如今已經改為季後風補充 旅法局租於下個星期日 舉行新鴻基地產的香港單車戰 天文台預測當日吹清徑五級 冬至冬北風 和尼岸及高地間中六級 短暫時間有陽光 氣溫介乎22至27度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天文台估計星期二、星期三 尼岸及高地的風力會達到3號風球 真正的環風環雨 各位網友多加留意 因為之前也有預告過 雨帶殺到 據報這個星期都是環風環雨居多 另外星期尾本來說有冷風度 現在最新預測改為季後風補充 不過估計溫度也會有急降的情況 各位老友記、老人家尤其要小心 另外也講講本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今年二月大埔停車場的涉案 警方拉多了一個男人 他疑似用氣槍打爆車窗犯案 報導的內容 大家看到今年二月大埔德雅苑停車場 爆車窗到涉案 警方當日拉了一名43歲涉案的男子 另一個賊人就逃致要要 結果警方經調查過後 截查並拘捕了另一位29歲在逃的本地男子 警方表示在被捕人身上搜出一支懷疑仿製的槍械 小量懷疑的毒品、一批懷疑毒品的吸食工具 還有懷疑可作非法用途的工具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近日有堆賊很喜歡在停車場打爆別人的車的玻璃 再偷車裡面的財物 首先拉了一個人 日前再拉了另一名男子 原來據報他們怎樣打爆玻璃的就打算用氣槍 結果估計都多達至少5宗的車內盜竊案 都是跟他們有關的 另外也說過這宗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外賣司公審酒店客叫雲吞麵和 給35元的附加費 竟然只是給那麼少錢 即是多少錢的貼士呢? 網友是罵他回頭 就認為給貼士難道是老鳳的嗎? 報導幾個內容就看到了 日前有位外送速遞員 在社交平台Facebook 香港外賣及速遞平台的平台 綜合交流群當中發貼文 表示有位客人在酒店叫Foodpanda外賣 他見到客人訂單過後感嘆 吃碗雲吞河加杯凍飲 116元 但其實當中只有68元 是餐點的價格 其餘的都是外賣平台各種的附加費用 而其中有35元的款項 是引起網民的熱烈討論的 那35元其實是餐點費用 未達外送最低標準的差價 但客人豪爽的舉動 就不是網民討論的重點 真正在網上掀起討論的 是市主在留言暗喘那位客人 寧願給差價 比Foodpanda多賺35元的附加費 都不願意叫多份小食 或者給貼士給市主 就說我說他好肯給過35元 不過就沒有給貼士 也都說可能那些人 是這個錢財魚分土吧 但又不見他給我貼士 雖然有小部份的網民就支持市主 就說都不知道那些客人想什麼 白白花了35元來買空氣 隨便叫多個小食或者飲品都可以 不過大部份的網民都批評市主 留言就要求貼士 那個的留言言論是被眾多的網民 合力反駁 其後更加發酵到被放上連登的討論區公審 網民的評論一面倒表示不理解為什麼一定要給市主 又說客人可能不想浪費食物 直戚市主這麼八卦 快送多個餐更好 還想要貼士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這位外賣員本來把事件寫上網 想要取暖 即是圍爐取暖 結果被人罵他 加欣就說見到客人 白白給了些錢給外賣平台 都不給貼士過他 結果很多人就因為這個回應 就罵他回頭 給你貼士不是必然的 另外也說說這單消息 話說行會成員湯家驊由新疆跌斷骨 大賺內地醫療又便宜又快 正過養和 就說診金只需要三個水 報導的內容看到了 行政會議成員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 近日到訪新疆 跑山期間不小心 陷下了受傷 要立即飛往烏魯木齊進行治理 星島頭條的記者 今天10月16日中午 聯絡到湯家驊 他透露兩條肋骨裂開 醫生建議休養幾個星期才能下床 言談之間十分痛楚 他形容 國家的醫療發展系統效率高 就說這裏又便宜又快 正過在養和醫院醫 否則分分鐘可能要花萬多元 湯家驊就說本來希望 可以在這次的新疆之旅 一倒西域的風采 但不小心滲低了 形容痛到要命 當時已經立即飛往烏魯木齊進行治療 醫生表示肋骨裂開 屬於無法醫治之症 形容自己買了教訓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行會成員湯家驊 怎麼這麼不小心這麼論盡 弄傷了兩條肋骨 據報就是去新疆旅遊的時間 不小心不小心滲低了 結果跌斷肋骨 期間大賺內地醫療又便宜又快 正過養和醫院 診金只需三個水 結果相關的消息在網上廣傳 不少網友都對他的遭遇即即清奇 說為何滲低 為何會這麼不小心呢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好人好事 根據HK01的報道 老人家搭的士留下幾萬元現金和藥物 司機仗義歸還不收錢 家人是這樣報答的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 好人好事不嚴多 有位港男在網上表示 日前有位年老的親戚 從澳洲回來香港 在機場搭的士前往慈雲山 下車的時間不小心留下一個行李袋 裏面有幾萬元現金和藥物 經多方努力過後 家人終於找到司機的身份並聯絡 對方文信過後 意不容辭 將所有的物品送回來並昏文不收 港男覺得不好意思 於是勞煩對方載他回去公司 並用五夠水支付共265元的車費 提出不用找 已是答謝 事件獲得多位網民大讚 紛紛指出 世界總有好人和壞人 最重要是互相尊重大家的職業 亦有人大讚 有良知 好司機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好人好事真是不嚴多 這位的的士司機就馬上知道他們漏了袋 好緊張 立即就載回來 兼且不收酬勞 結果這位市主就請的士司機載他回公司 另外給他五夠水就不用找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機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